基隆市長必考題 完整答題別逃避 完整答題別逃避 不給公投票 直接投選票 高喊基隆市長必考題 不給公投票直接投選票 年底選戰進入最後白熱化階段 由公民團體和環保團體組成的 守護外木山行動小組 特地召開記者會 針對台電要在外木山協和發電廠填海造路 新建第四天然氣接收站的爭議 公布基隆市五位市長候選人 一號謝國良 二號陳為仲 三號蔡適應 四號曾國民 以及五號黃西賢 是否簽署同意或不同意填海造路 等三個問題 承諾書的結果 其中只有三號蔡適應 沒有簽署而被標示缺考 把基隆市市長的選舉九合一大選之前 我們必須要把這個必考題 要求市長候選人能夠有一個清楚的態度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第四天然氣接收站 到目前為止對基隆市的嚴重影響 其實都還沒有真正被仔細評估過 然後但是我們已經看到基隆市的民意 已經呈現高度的疑慮 所以我們在六月份的時候 開始發動了基隆滬海公投的實踐行動 但是我們發現我們從六月十七日 把2475人的連署人提案人 送進基隆市政府之後 從六月十七日到目前為止 宛如石城大海 我們沒有看到基隆市政府 對於這件事情能夠有一個明確的回應 守護外木山行動小組在記者會上強調 不反對能源轉型 同時邀請五位市長候選人到這場記者會 再次表達立場和說明 但是只有二號市長候選人 陳維仲以及五號市長候選人 黃希賢親自到場 一號市長候選人謝國良 則指派發言人到場參加 不過面對媒體詢問 如果當選市長後 針對新建外木山第四天然氣接收站的爭議 身為市長第一件事要如何處理時 只有陳維仲和黃希賢明白給出具體答案 如果我當選基隆市長的話 我會要求台電立刻停止對基隆 這樣子的最爛的填海造地的方案 來做這個附屬設施 而且它是作為一個 只用二十年不到的附屬設施 這件事情其實是基隆市政府的地方的自治事項 這個是我們完全可以要求的 那也為了我們守護我們的觀光產業 還有整體的生態以及漁業的發展 還有我們基隆港的生機安全 當選基隆市長 我就可以直接來跟台電協調說 我們不應該現在在這個階段上面 要來使用LNG的天然氣 我們其實可以花一些時間來盤點說 我們其實可以現在讓協和電廠 就來轉型為再生能源的電廠 而且這件事情 因為在北東電網的缺口上 台電自己說 其實也只是缺了五十萬千瓦的容量 基隆市其實有機會 可以讓台電再緩一緩 重新思考這個計劃 讓我們能夠回歸能源轉型的初衷 而且真的對環境永續 還有守護我們的海岸跟基隆港 也讓協和電廠可以直接 達到能源轉型的最終目的 就是轉型成再生能源的電廠 我當市長第一件事 就是把那個吻應該要屁過去吧 這個召開公聽會 我們事實上今天在這個記者會上 我相信還有很多市民 他們並沒有看到 所以我認為應該要召開 馬上召開公聽會 第一個 第二個召開雙方的一個辯論 我相信從我們環保团體 所收集的資料 各方面看到的東西 足以讓台電去改變他們的想法跟做法 所以我這個覺得這是刻不容緩 一個就是剛剛講的 那個紋壓在基隆市政府 這個不躲 這個要馬上簽過 第二個 馬上舉辦公聽會 甚至辯論會 把雙方的意見 完整地呈現給市民 也讓中央 也讓全國看到 基隆在為這一塊土地 這一片海洋捍衛上的決心 我市長絕對支持 這場記者會也邀請相關公民團體代表在現場發表重視能源轉型也要守護海洋環境的重要性 而包括中正區一號市議員候候選人張淵翔 安樂區二號市議員候選人江欣怡 以及平地原住民一號市議員候選人板奈奈奴妮老王也在現場響應支持 記者吳俊松基隆報道 基隆市長